亲爱的,欢迎来到您的频道MGUNA Media。 你怎么提包,它说了很多关于你隐藏的个性, 这个测试可以揭示你潜意识中隐藏的许多特征。 看看你的个性揭示了什么。 一、在肩膀上,喜欢备注背包而不是包的人是思想开放的人。 他们总是对全新的事物持开放态度, 他们在背包里也很小心,可以从牙刷里拎到钱。 他们带来了他们必须旅行的东西, 因为他们永远不知道他们的下一次冒险无疑会是什么时候。 二、在手,那些宁愿把钱包握在手中的人是必须控制的人。 他们喜欢准确地了解周围发生的事情, 但他们也很真诚,并说出他们所想的每一件事。 可以请他们告诉您他们对您的看法, 这样您就会发现关于自己的不可思议的事情。 他们将具有保护朋友的功能。 三、单肩,他们是爱读书的人, 而且这个位置的书包可以让您在地铁或拥挤的公共汽车上, 无论身在何处,都可以更轻松地携带书籍。 他们是非常敏感和痛苦的人, 可以说实话而不冒犯。 四、交叉,以这种方式携带包会妨碍任何想偷他的人。 他们真的是非常谨慎的人, 总是把重要的东西放在包里。 他们不会在自己身上花太多钱, 但是,他们通常看起来比实际更富有。 他们非常慷慨,很乐意告诉其他人。 五、在前面,这些人有助独特的人生观并以这种方式提包, 因为他们更喜欢解放双手, 更好地去城里说话。 与这种特殊类型的人的对话变得很有趣。 再见,让我们在另一个视频上见面。 亲爱的,永远玩得很开心。 繁荣。